中心的記者楊晴 我們今天就要來請教楊晴的是 中東的衝突現在好像不見緩和 加薩的物資也幾乎耗盡了 人道的危機現在是越演越烈 美國週六出動了C13栋的運輸機 確定空投物資到加薩 美其民是要解決人民的困境 但是卻引發部分救援团體的抨擊 怎麼會這樣呢 楊晴想要來請教你 是沒錯 前一天 美國白宮才宣布要送物資到加薩 現在美國三名白宮的官員就證實 週六出動三架C130大型運輸機 空投物資到加薩 而這就是要解決 他們當地的人道危機問題 而這回是美國在加薩衝突以來 首度聯手約旦空投物資到加薩 而這也是繼法國 埃及 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後 首次再有國際社會 對加薩伸出援手 不過身為以色列的盟友 美國這回是直接的出手 外界就認為美其民是送物資到加薩 恐怕是礙於國際的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前幾天有30輛的物資卡車 送到加薩後 平民越缺糧失控的風搶引發了混亂 當時以色列軍隊 因為是為了要控制情況 朝群眾掃射造成112人死亡 還有760多人受傷 這回美國空投的物資 卻只有66個包裹 裡面只有含3.8萬份 餐點更沒有藥物 當地民眾就嗆了 美國這樣子空投物資 根本就是作秀 另外援助團體也認為 美國這些物資根本就是杯水車薪 形容就像是給重症的患者 OK 蹦一樣的情況 而在前一天 美國總統拜登 是在白宮霸氣的宣布 要送物資到加薩 可是卻不小心出球 為什麼 因為他不小心在義大利總理面前 把加薩講成烏克蘭氣氛 瞬間凝結 不過路透社也分析 其實這回 美國的空投計畫風險很大 要考量的有天后的因素 還要確保物資 是不是可能會 不小心進到哈馬斯的手中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 美國不敢空投更多關鍵的物資 在陸路難以運送的情況下 是想辦法用其他的方式 來運送物資進到加薩 主播 不過還要繼續請教楊晴的是 在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衝突之中 不只在加薩 現在也延伸到了紅海地區 尤其上個月 夜門胡塞組織襲擊 英國貨輪紅寶10號 最新傳出這一艘大型的船隻 已經在紅海的南部沉船了 上面載有大量的肥料跟染料 引發了很多環保的團體關注 就是怎麼一回事 楊晴 是沒錯 這艘來自英國的貨輪紅寶10號 是上個月在刑警雅丁灣的時候 遭到夜門胡塞武裝組織的攻擊 而儘管當時得知的消息是 這艘船上的成員們全部都順利撤離 而且脫困 不過由於這艘船當時是受損嚴重 所以一直到近期一直都卡在海上 而最新傳出的消息是 紅寶10號居然是在紅海的南部沉船 因為最讓人擔心的事情就是 因為這艘船沉沒以後 上頭載有的是4.1萬公噸的化學肥料 化學肥料一旦流入海中 很可能造成的是生態的危機 又加上當天遭到攻擊的時候 大量燃油外洩 衛星影像就顯示了 出現長達29公里的浮游 國際環保團體就警告了 當地水域生態情況可能會受到衝擊 而調查人員最新是在船隻上發現 有新的損傷 合理懷疑是因為週五再度受到 胡塞武裝組織的攻擊 所以紅寶10號現在才會乘船 而現在不只生態受到威脅 大型貨輪發生意外 也引發各家航運公司 是相當的擔心 不少公司可能會選擇 避開紅海這個關鍵的航運 避開紅海關鍵這個航運來行使 此舉又可能推升 國際的航運的成本 得小心海外進口貨物 價格升高的情況 儘管美國和歐洲 還有英國等國紛紛派遣船 見識到紅海是協防當地 為了保護當地貨船航運的安全 但胡塞組織似乎沒有要停手的跡象 曾一度警告 如果以色列持續對加薩進攻 他們在紅海騷擾貨船 或是挑釁的行為 也不會停止 謝謝主播 好 我們謝謝楊晴帶來的國際焦點 只不過我們帶您看到的是 馬斯克旗下 已經成立七年的無聊公司 計畫興建地底行車隧道 號稱原本十分鐘的路程 就可以縮短到一分多鐘 沒想到最近有10到15名的隧道工人 就告馬斯克了 他們說這隧道裡面 有害物質灼燒了他們 還說馬斯克根本就是忽視工程安全 緩緩搭升降梯升入地底下 進到隧道裡321 高速分池完全不受塞車影響 馬斯克旗下無聊公司的地下隧道 號稱可以將十分鐘的路程 縮短到一分鐘 無聊公司的Vegas Loop 曾在2022年的CES消費電子展中 啟用兩條隧道提供給與會者使用 剩下的隧道仍然在新建中 但最近卻傳出隧道露出有害化學物質 公司因此吃上8張嚴重安全罰單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更發現無聊公司根本沒有為工人提供防護設備 雖然無聊公司駁斥違規 但專家說馬斯克很難為此反駁 10至15公司被燃燒藥燒 是難以承認不出事 儘管遭人提告 馬斯克也反過來控告 開發ChatGPT的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和執行長奧特曼 指控OpenAI違背公司為造福人類 並非獲利的成立初衷 馬斯克提出的訴訟指出 OpenAI創辦人奧特曼和布羅克曼 2015年早上馬斯克 共同打造一家開源非營利公司 但如今卻要使用者付費 才能使用最先進的AI技術 馬斯克怒告OpenAI只顧牟利 根本是違約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不是嗎 這是什麼 請問阿力公司想說 目前總共出了6集還是7集